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啊,接着给大家聊的是极客 刚刚发布的全新MIX,这个车也是传输中的宝宝巴士 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方面的消息出来了 今天终于有机会近距离的,看一看它这个门到底是怎么布置 包括里面有多少空间组合 OK,这个宝宝巴士,大家觉得这个颜值怎么样呢?1到5分 我觉得挺可爱的,真的挺可爱的 所以这个车算什么种类呢?大家觉得这个车算什么种类呢? 极客就喜欢搞一些跨界车 就是极客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从来不做没有 我们只做好玩的事,还是我们不做不好玩的事 反正都是这个意思 那这次极客MIX的slogan叫想象全开 就是在这辆车上你可以想象去干任何的事情 就是在极客007和极客X上我们见到太多 不管是滑轨啊,还是各种的应用 这次在这个车上都有进步或者延伸 我们先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车门的打开问题 主家的车门 老极客用户,或者说新极客用户应该很熟悉了 它就是这种电动门 这个门 哎 看到了吗 它不是那种我们之前见过那种面貌车 那种 它是有一个摇臂 然后把这个门直接摇出来 然后后面再撬开 这个就是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就是你停车的时候它会多专用两边的空间 所以你如果太极限贴边停的话 那这个门应该是打不开的 看到这个非常离谱的 这种开口 就是这个开口大小现在是1米48 大家看到了吗?这次极客MIX在这有一个旋钮 没错 没错 就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画面 我旋一下 我未曾想到那有一天我会 这么坐着在车里 然后这么冲着大家 好了朋友们 如果打开传统中的欢棚 我们叫打麻将模式 就是在主家窗户这 这个门板这双击 伴随着提示音开始变形了 先是主家跟副驾去折叠 然后哦 台子往前跑 座椅往后移 副驾先开始转 整个过程中人是不能坐上去的 如果你坐上去的话 过程会中断 所以大家就静静的看它表演 这个时候主架开始转 并且副驾驶再往后移 有那么一点科幻味儿了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这次的转盘设置 转完以后 坐椅会稍等往下去降一些 主角往后移 这个小岛往前走 往后走 恢复坐姿 可以开始玩牌了 OK朋友们经过一系列非常简单 但是确实需要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这个车的形态又发生了一次变化 这个小桌板 我盲猜啊 可能是得去商场去买 因为这次极客mix 它主打一个 IoT生态 就是看到了隔壁 那个 军军的一些尝试嘛 极客说挺好 我也想试 就想达到完全体的一个体验 你需要按须啊 你需要按须购买一些你需要的配件 大家知道能干啥的不 吃火锅 其实不是那么建议 因为火锅吧 它那个味啊 包括你建一些汤呢 建到这种白座椅上可能比较难清洗 或者是弹琴松爱什么的 我们四个座弹琴松爱 打个福克呀 凳子在这的话就 没有坐在那那么的宽敞 它这个东西会离你比较近 也不是不能用 就是还行 不影响我甩牌 这个空间 那极客mix的空间刚好 刚好够 刚好够这个空间去够我甩牌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形态 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去挑它有哪些瑕疵 就是它再有瑕疵 它现在也是一种全新而且可用的形态 就是之前什么车你可以 把主副驾掰过来 然后大家 大家 面对面的去玩一些游戏 当然是在停车状态下 没有 从来没有过 所以 就算我现在 家里只有一个女朋友没有孩子 我也会幻想 就比如说真的买了这个车 周末交上一两个朋友 坐着这个车 我们去一个野外去露营 卡卡卡卡卡弄完以后 来打打麻将 或者说 这个长方向打麻将可能有点 有点什么 不对啊 这么打麻将的话 我不是直接就在看我方是那个人排 我们这摆一个他摆一个 我这直接看了 那还是比较适合打扑克 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延伸的话 我觉得 是不是极客以后还会再出一个更大一点的MPV 或者就是在009那个基础上把这套逻辑给学过来 大家想想一下 就是这个 如果换成极客009的第三排 这个是极客009第二排 当极客009的第二排 可以转过来的时候 前面主驾在开车 后面四个座面对面可以干很多事情 极客009的车长它也够 是不是响应空间就更大了 所以这个更像是一个喜好的一个试验田 未来未来搞一个什么 mix plus mix ultra mix pro max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东西 我真的非常兴奋 就是一种思路被打开的感觉 包括这个门板 这个门板上 大家看这个是啥知道吗 这个东西 它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 它就是 起一个非常装饰的作用 极客在这给大家弄了一个槽 这个槽 如果你不买这个灯呢 就是个储物空间 你可以 看到没 刚刚好 这是个X200 pro 如果你觉得没有用 一方 灯就亮了 现在白天可能不太明显 有点红红呢 这个灯会跟随车内的 分野灯去 随时的去调整 那我觉得这个灯可以弄一个 里面内置一个电池 就是它在脱离车的状态下 也可以正常亮 这样我们在露营的时候 直接把它拿下来 放到这当一个装饰 是不是 然后不用的时候放车里充电 也能当一个氛围灯 这个思路是不是还不错 我觉得极客真的可以跟进一下 就如果你只是做一个车内的 外置氛围灯 感觉目前的作用还是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如果能做一个 你甚至还可以给它开发成一个充电宝 你下车露营的时候 这里有个USB-C 你直接插一个线 可以给手机充电 或者可以当一个外接的摆设 一个灯摆设 可以当做移动的光源或者电源 对 这样就总比单独放在一个 可拆卸的车内的 增围灯 要更实用一些 这个是我的一些看法 就是我们在吉利家看过 他们很多品牌 或者说资品牌的产品 我们发现确实极客的这种设计感或者说用料 是更好的 咱们不说最好的 就是他们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好 包括设计 你每次在极客车上都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设计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极客会说他们想造的是不一样的车 或者说好有趣的车 看这次的 这儿 这是 硬塑料 下面就开始是软的 然后这里 这里类似同纹 但它其实是塑料条的 这么一个设计 就是极客还是要偏豪华那么一些 毕竟它的价位确实在吉利体系中是偏贵的 当然那怎么路特斯那些那些除外 就是跟我们老百姓搭更搭边的这么个产品序列里面 极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 下面这一块 我极客001三代车主 两代车主都没怎么见过 类似于我家的那个浴巾或者说地毯 所以极客我觉得想在这个车上打造的 就是那种非常合家欢乐 非常家庭氛围的这种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你可以放水放手机 说到这个音响我们也替大家听过了 就没有任何问题 在这个价位肯定是不会说是丢份项了 极客的音响 其实从007开始到新01 我说的是O6001 到O6001 它的音响质量已经是很高了 整个这个门 它也是个电动 但是它目前的这个 你听到吗 它关门时候啪 这个我觉得后续可以做的更优雅一点 就宝宝巴士嘛 大家可能车里都要做个宝宝的 但这个门一关不能陷到人家 对对对对对 你得你得适应一下 后期就可以做一个像这种电锡门 它最后关到关到这的时候 会有一个缓和的阶段 它先贴上 然后电锡再吸上去 嗯还行 你看这边就明显的优雅很多了 屁股这个也是最长的 其实是有一些007的影子的 我觉得不会被别人乱七八糟说了吧 我觉得这个后面造型 这是一条突出的校尾灯 很可爱 就这个车真的是四处都跟可爱去沾边了 因为我觉得极客在打到这个车的时候 他肯定想的是我的受众群体更多是有家庭 或者说你包括你看这么新鲜的配色 鲜艳的配色 不说鲜艳了 这么的马卡龙啊 这么的莫兰迪 我觉得极客也是更多希望的 他出现在家庭 或者说比较温馨 小孩肯定会喜欢这种可爱的造型 这开到幼儿园去 全幼儿园最靓的仔 你就是 是跟后面是一样的 他也是出来 然后拉进去 他这个摇摆 咬壁把这个车门这样摇过去 这样摇过去 他甚至是有种对开门的感觉 你发现了吗 就当人家看 你看小峰 小峰 因为小峰车走过去 这是什么车 遇到亲近朋友了 来上车 真的我相信 大部分的亲近朋友看到这种情况下 惊了 这是谁家的车 第一个话可能说 这是啥车呀 你就可以告诉他 小米极客Mix 我知道很多朋友看到这种没有B柱的设计 他会比较担心这个车的安全性 但他作为我我的母公司的子公司 其实他考虑到了 安全 你不用担心极客的安全 就是为什么这次他做成一个电动的 就是因为他在这里 这次做了一个很粗壮的一个 钢梁 或者说极客Mix 是极客全系加州中最刚的车 对所以极客做这个东西他肯定是有被而来的 这个时候这个钢就会到这了 因为他有了加强件 所以他整个车门都非常的重 所以极客才做电动门 然后他两个合上的时候 他这个有个X型的结构 他里面 所以也是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 就加强刚性的一个作用 并且官方强调这个车在断电以后 你依旧是可以打开车门的 他这个座椅在转之前 座椅会先抬下来一点 因为他底面有一个圆盘的一个电机 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大家到一个非常大自然的气息 也没有人 这个车我觉得主打的应该就是一种比较实力 而且小资的家庭 就是现在这种形态 四个人可以坐在这儿 你的行李可以放到这儿 这又是一个出租空间了 他的手套箱有一点比较好玩的就是 他不是在下面 他跑到上面了 你按住这个按键 天灵盖就打开了 也特别深 对 这里面的块都 我这么特别深 我这么看看不出来 大家看我一个小臂基本上进去了 这装一些什么平板 小平板之类的都问题不大 你一个手机直接就掉了 你看手机在这里面这么小看到没 就没了手机就是非常深 咱们采访一下周期 你觉得这个车在外观层面上 你get到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说两个就可以 除了大家都会提到的把包挖式以外 我认为这辆车最大的亮点也就是一个 看起来就是比较极客的设计 就是极客它其实现在这么多年了 算是在高端站稳脚跟 毕竟它是个均价25万可能再以上的品牌 那一眼就能看这样能认出来 这是一辆极客 是一辆不便宜的车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而且这辆车其实是介于方和圆之间的一辆很特别的车 它的这个前脸还是极客家的一个 现在你也可以说是极客家的一个传承的前脸了 对算是家族式设计了 你你觉得你定义它成为是MPV 对我认为它是一个小型的MPV吧 它其实更像一个保姆车 但它又不像传统保姆车 比如说Alpha那种车 它既不像Alpha又不像GL8 但它确实是一辆兼容了这些功能的一辆MPV 维连问一句 你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可能会考虑这个车 35岁没有人扣我工资 然后有个小孩 请大家记住这是一个4668车厂的车 来周期上车 其实已经能用肉眼看到这个后排的空间了 这里已经不是翘让腿的感觉了 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基于浩瀚全新的一个架构 打造出来的一个车 它的地台也是纯平的 包括这个后排本身的这个座椅感受 一看就知道坐着挺舒服的 大沙发 这个车每个座椅它都标配了一个扶手 包括主驾飞 主驾驶 我第一次看到主驾驶有一个扶手的设计 这个可以调 可以调前后 这是可以调靠背的角度 扶养 它这个扶养是跟这个 这个扶手枪是跟这个座椅的角度一起的 你看到没 你如果特别大了 这个扶手枪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形状 它现在这个身形 就能感觉到还是比较舒服的 还是比较舒服的 但它其实也可以做个电机 就是它在你识别到以后 它会自己向下一点一点一点 之前我们在哪个车见到过了 八档按摩 然后座椅通风里 这是屏幕 就是这个屏幕 后排也有座椅通风 有 那这个中央扶手台确实 我觉得可以设计再长一点 再宽一点 对 有点短 因为这车你就感觉会很宽 就是内部空间巨宽 所以你以常规那个位置去看那个车 你手根本搭不到那个 那个窗台的 对 车内的宽度是1米6 1米6是什么水平 就是国家规定 1米6的 当你车宽达到1米6 就可以在正面上三个座 然后极客mix 据说内部确实有一个版本是上三个座的 但后来还是没 后来还是没上 行了 我们做到极客主家的这个车内部 一种熟悉的气息 非常的熟悉 非常熟悉 闷板 刚刚我们说过了 头顶也都是用超线绒的材质 非常的柔软 因为这种体型嘛 所以它的这个 加上它这个天幕 它的玻璃是超级大的 我没记错了 这个车顶的玻璃面积是1.2 而且它也做了一些隔热的防晒处理 那如果这些你都觉得还是不行 因为我们在车上 如果你是玻璃天幕的话 你觉得热 它是有两方那个途径的 一方面是这个紫外线进来 一方面就是太阳光照到玻璃 然后玻璃它本身就会变热 这个热会向车内传导 这是一种热辐射 这个也是会让我们热的感觉 Mix也做了一个实体的这样点 包括这次前导台 大家发现了没 它这里是一个不规则的曲 不是 一条不规则的一个设计 包括是试板 要我怎么说几克的内饰 看起来就是比别人家的 要更之前一点 因为它就是有各种各种细节小设计 这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它也会有这种同色的点缀 对 跟方向盘什么的呼应 非常细节 包括这个地方也是同色的 这个是可以直接 可以调这个中导 OK 就是你可以调任何的 你希望它停住的位置都会停住 现在就是副驾的脚 如果足够长的话 它是可以直接踢到你的油门上的 当然不希望大家这么模仿 非常的危险 这样开车也不是不行 最后就方便 如果你副驾是个小姐姐的话 就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自己理会 我们刚刚还在想这个屏幕 肯定是得跟007一样 它是支持那种旋转 但是 我们刚才这样 没有用 然后问了一下官方的工程师以后 人家说 你搞那么复杂干嘛 直接 掰 在这个角度下 你会觉得这个屏幕是冲着你的 你看一些信息是很方便的 当然如果副驾车有人 吵着闹着 上吊着要看这个视频的话 你可以给它掰 大家听到吗 就是掰到这个位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钉 哎 告诉你我到位了 但其实它是无极调节的 就是在中间任何角度停下都可以 对 你现在可以随便随便 在这个状态下 我说实话 你看我正常开车的话 它也起到了一个防止主驾 看屏幕的一个效果 就是极客mix 这次在车内的无限种搭配组合 或者说官方给你提供的几种方案 很多配件是需要自己买的 所以到这儿我觉得 我希望我给极客提个意见 就是你可以出一个全能套装 就是全都要吧 全都要 然后打包一起买 对 就作为一个拓展包 就在你买车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勾选 选全能套餐 就是大家会比较属于这个东西 全能套 你的基本所有的这种出行场景需要的道具 你也不用去研究了 你是否会需要 反正你一套全能下来 我以后要用什么场景 我去挑什么东西 我就希望 你直接给我一个数 给我一个价格 如果你非常明确自己的需求 你也可以去按照自己的需求去买 也没有问题 然后打包买它肯定会有优惠的 对对对对对 对于这个车 咱们今天不打算过多的去篇幅聊它的动态驾驶 因为我觉得买这个车的朋友可能不会去跑山 我想说的是这个车 它的电池有两种版本 就是大家能选的是一个是76.5度的 一个是102度的 76.5度的就是极客自研的那个金砖二代 它的充电倍率5.5c 它会比较快 极客的那个金砖电池也是磷酸铁理 然后102度呢 是这个宁德时代的三远里 它主打的是一个超装续航嘛 然后它的充电倍率4c 哎大家发现吗 这个这个电动门这个充电盖它的打开方式 竟然是跟它这个车是一样的 它在这里做了一个摆架结构 正常的可能就是直接掀开啊 对对对 或者说直接从上周开啊 它这个也是做了一个这种滑轨 就是维度可以比较说到说到这个车 它可以做到车对车外放电达到60千瓦的功率 这位这位某棚你的车充电功率是多少啊 峰值90平时也是60左右 当然它也支持一些v2c啊 这种你生活的这个电磁楼出的月啊 或者出的露营啊 你都可以去 后面箱甚至有个那个传统的插座 电器都可以插 哦你甚至可以不用再去买一个外接头了 这这个我没记错的话 all new 001是只有U版材料的功能 其他的都不具备 如果你的001没有这个功能 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再买个mix 目前这么看的话它的后备箱空间 它肯定是跟那种SUV比不了的 但它的近身其实大家看也是还是可以的 其实要比大9座的SUV要大一些 大大大几座 大9座 9座 6座还是 大9座SUV 1 2 大9座SUV 不对6座6座大6座 这个车也有它的大爽模式 这两个座都会全部放到 让你铺个垫子 这个我们也当时体验了 然后还都可以放到 这个极客mix它是一个单电机的版本 0百是6秒8 所以能看得出来它跟009的区别了吧 就是虽然周期管它定义成MPV 但是在极客眼里它叫宝宝巴士 给你问你一个灵魂问题 猜错了就下个工资就没了 你觉得这个 那你觉得几颗mix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起步 或者说它是多少到多少这个范围 好危险 应该是30起步 顶配不好说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算它的配件 那没有配件的话应该是35 因为其实这个车虽然是一个MPV 这种类型 首先它比较少见 目前没有这种定位的车型 所以就跟当年的001一一样 其实这个价位是没有的 所以定到三十几万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能试探一下大家对这种类型的接受程度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体验完极客mix在返程了 稍微跟大家聊会儿心理话 就是最近超级忙 但是这次极客mix实价我们还是来了 主要是每次极客的新品 我们去看到它都会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包括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声音说 极客这个品牌经搞 有时候经常搞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 但是我觉得花里胡哨这个东西 你一得看最后的实际用处 二你得看这个东西的意义 就是极客这个品牌 它现在更多的意义或者说历史使命 就是要去创造一些 之前的车没有过的使用场景 或者说没有的东西 但是这个行业 中规是要有人去做这个东西的 就哪怕这个东西你可能用不到 或者说你觉得不实用 但是必须要有人做行业 整个行业推动行业进步的一个东西 极客mix这个车 它可能不会像那些常规的车型 那么的走量那么的大卖 但是这个车我非常的开心能看到它 并且我也希望如果你真的契合这个使用场景 可以去试一试它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那我们就现在赶紧开车回去了 好吧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再评论去留言 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去看一看 我是华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不看大家了 看路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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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